哇 今晚TENIGHT 有戏 今晚有戏啊 殘寶 殘寶他爆啦 嗨 大家好 我是邝马来西亚 大麻烦一仔 刚才起完早回来 12点半左右 可以冲了一杯 咖啡三合一的 可以沉鲁鱼 你懂的 哈哈哈哈 我可以立马上往去一看 哇 殘寶最怕的207C 得分多少啊 97.35 啊 什么意思啊 99分是高分啊 啊 最高分啊 满分啊 其实你看那个水花啦 其实全农场这一次是可以得满分的 然后我看到有网友留言说 哎呀 这一次多号的裁判啊 打分严啦 严啦 啊 OK咯 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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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这是第四条 OK 然后总得分呢 是全农场拿到 4 啊 没有错咯 应该是拿全农场得349 那乘与C呢就是327 27啊 2726 就他们两个分数差距是大概13分啊 也就是我估计第五条呢 全农场至少可以拿到90分 你知道吗 那么乘与C就算拿到99分啊 他也就只能得同牌了 如果没有意外 全农场是这次的冠军就差了 OK 结果呢第五条呢 啊 全农场拿到86.4分 其实你去看水花的话我跟你讲 他这一次啊 其实至少可以拿到90分 只是拿到92、93分都不是问题的 哎呀 都他的裁判打分严啦 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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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这一次 残保 啊 他的过去的一段时间的硬买 清少一空啦 啊 这次他赢了8分多啊 8分多啊 啊 然后呢 因为 啊 那个 啊 那个 啊 自从 啊 那个 亚运会 杭州亚运会之后 他赢了嘛 其实那次他赢了好像3、4分而已 然后之后的比赛啊 对内测试啊 其实都是 陈与C比赢比较多的啦 上一次那个 国内啊 因为中国国内啊 我看到有其他很多的 啊 选手啊 对对对 好像 张佳琪啊 还有四川的芦威啊 全部都参加 全部都参加 然后那一次呢 啊 那 半决赛的时候呢 全农赛不错了 你知道吗 陈与C那次才拿到360多个月 我吓了一跳 怎么可能呢 然后 啊 那一次也是好像是 两场比赛 然后决赛呢 陈与C大爆发 拿到430多分 他赢了 我吓了一跳 陈与C他可以 控制到 他控制力可以控制到啊 鱼塞他只跳了360多分 然后决赛他一次过冲到300 430多分 他的控制力竟然可以强到这样 所以 哇 所以那个时候我看到有王有猎人的时候 其实 其实 这是陈与C的策略 你知道吗 就 就一赛的时候随便跳 随便跳 无所谓 对吗 然后决赛的时候呢 才认真的去跳 所以他会爆发 所以其实这一次我觉得 全农赛好像可能也用了这一招 可能是 他的教练啊 陈洛琳啊 美女教练 可能就提醒了 这些土地 你学学人家乐乐 OK 那 预赛半决赛 随便跳 随便跳 玩玩 去玩玩 OK 然后第三 然后决赛的时候呢 就认真一下 也不用太认真哦 放松 认真的去跳 所以可能 就这样 所以 这一次呢 禅宝 低嘛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 越来越多次的这些十米台跳水 就是两场而已 就是预赛和决赛两场而已 这一次多哈呢三场哦 昨天预赛 今天是半决赛和决赛 其实全面两场全都常跳的不是很好 他的预赛才拿到399 400的不多都进不了 其实我觉得 哎呀无所谓啦无所谓啦 那些是温吗温吗 日生比赛也有日生呢 然后第一 啊 换决赛他拿了405嘛 前面两次都成语吸引来的嘛 然后最关键的当然是决赛啦 决赛这一次到禅宝大爆发啦 啊 讲真啊 OK 当今天下 十米台跳水啊 OK 成语成语西和全农场啊 绝对是绝带双交 绝对的绝带双交 如果没有他们PK的话 OK我跟你说 这基本的不用看了 不用看了 因为有他们巅峰对决啊 才好看 为什么呢你知道吗 因为不到最后一分钟啊 也都不知道 路死谁手 他们两个谁会赢 你真的真的不知道 OK 然后 我突然想到 就办决赛之后呢 我看到有网友说啊 不 我看到视频啊 视频里面说 其实全农场最大的那个啊 嗯 怎么讲 他的痛点吧 是什么就是 他紧张 很多时候他说 啊紧张吧 紧张吧 紧张 这次我看他应该是 嗯 放松了 OK 这一次他应该是放松掉了 所以 对嘛 OK You made it Girl 啊 好了好了 以后 OK 还有大概不到半年了 好像是 六 六 六月多 啊 八旅奥运会就 上场了 OK 就上场了 然后还有半年多 半年左右吧 OK 两个小朋友 OK 两个 十米台跳水的 绝带双家 OK 啊 两个年轻人 晋级吧 You go Girls